对于美国对华的芯片出口管制 中方已经多次表明了立场 我们认为美方滥用出口管制措施 严重损害中国企业的正当权利 不利于全球芯片产工业的稳定 违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 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美方多次表示无意对华脱钩 无意阻挠中国经济的发展 美方应当将这些承诺落到实处 中方也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动向 坚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回应 美方如何应对华为取得的芯片制造出口 或使扬言 美方将采取最强有力的行动 来保护国家安全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号 在记者会上指出 中方也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动向 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